孩童成群在祖楼下玩乐 但一些居民有些担忧 原来这家学前教育中心 刚好处在本地最大的 古通热症黑区内 德总入乐园说 以参照环境局的建议 做足访问措施 国家环境局资料显示 截至星期四 盛港康普化30多座族的 古通热症病例 多达139起 在黑区米丹防守 还有六个地区 同样被列为红色警戒 表示这些地区 已出现超过十起病例 数高风险区 环境局答复本台徐文石透露 红色警戒区 今年头三个月有19个 比起去年同期33个 少了14个 也可能是因为 我们现在人民 也比较了解说 古通热症 要怎么控制 怎么控制那个蚊子的繁殖 我认为说这个是暂时性的 新加坡周围的国家 都不停地会有古通热症 我们出国游玩回来 可能可以很随时地 就把那个病毒带回来 只要一只蚊子咬了我们过后 又可以继续再繁殖 环境局授询时也表示 今年和去年的1月到3月 全岛共有52个红色警戒区 多数在东部 今年东部有14个 去年东部有26个 连续两年比例超过70% 太虫控制协会怀疑 东部的病例较多 是因为一文资深的密度比较高 新传媒新闻记者 胡良先报道